歡迎回到美國之音的時事大家談 美中副部長及經貿磋商 在華盛頓結束 中方突然取消原定 對美國農業州的訪問 暴露了兩國的巨大分歧 表明會談不歡而散 也給10月舉行的兩國正式談判蒙上陰影 美國總統特朗普警告 中國是世界的威脅 強盜 他爭取的不是部分協議 而是全面性的協議 中國媒體則援引官員的話說 美國打貿易戰的目的 不僅僅是要對中國劫財 而且是要害命 副部長及談判之前 美中曾按送丘波互致善意 為何稍易接觸便再度反目 美國判斷現在雙方 甚至還沒有接近達成協議 那麼舉世矚目的 10月談判還有戲嗎 目前雙方都強硬地亮出 各自的底線 未來還有沒有峰迴入轉 柳暗花明的可能 今天我們時事大家談 就邀請專家為您討論這些問題 在新澤西州 通過視頻連線加入我們訪談的 是旅美經濟學者秦鵬 秦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 觀眾聽眾朋友們好 在紐約通過視頻連線參加討論的 是北京之春榮譽主編胡平 胡先生您好 您好 秦鵬先生好 聽眾 觀眾朋友好 我們歡迎兩位嘉賓 同時我們也歡迎聽眾 觀眾 及網友朋友們通過VOA衛視 在YouTube上的網上直播 收看 並加入我們的現場討論 我們的網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 為期兩天的這個 美中兩國副部長級的貿易談判 提前結束了 中國代表團取消了 原定訪問美國農業州的行程 我首先來請教新澤西州的秦鵬先生 媒體用不歡而散 再生變數等來描述這一次會談 那麼您如何評論 美中這一次副部長級磋商 他透露了什麼樣的訊息 這一次的這樣的結果 其實還是粉碎了 就是中共之前的一個幻想 是達成臨時協議 或者叫做雞蛋協議的 這樣的一個幻想 然後作為川普本人 他實際上又回到了 他原來的這樣的一個強硬的路線 就是要求中國的話 進行結構性的 全面性的一個改革 所以其實這個實際上是 應該說是在大多數人的 這樣的一個期望之中的 因為當時在 之前的這個川普的顧問們 或者是媒體傳出來說 川普是準備考慮階段性的 這樣的一個 臨時性的協議的時候的話 其實川普他也是說他考慮 但是當時我想的話 他只有這個中共一方 還有華爾街對此抱有希望 而對於這個 美國的另外的一黨 還有呢 就是整個美國本身的共和黨 還有呢 就是整個的製造業本身來講的話 其實他們是希望 整個的中美之間的話 發生一個根本性的一個轉變的 否則的話 那麼這個貿易戰應該就是白打了 那麼中國呢 我們看到 照例呢是官樣文章 我們看到 從建設性會談的評論當中 就是中國對這一次 這個副部長級磋商的一個定性 說是建設性的會談 從這個評論當中呢 我們看不到任何跡象 但是美國方面的反應 卻透露出很豐富的訊息 剛才我們看到這個 秦鵬先生呢 已經簡要說了一下 這方面的事 特朗普總統他說 中國僅僅願意購買大量的 美國農產品是不夠的 我們的目標是更大的協議 那麼我來請教胡平先生 有人說特朗普的話呢 可以解釋為什麼中國代表團 臨時取消訪問農業州 放棄了進一步擴大購買 美國農產品的這個計劃 您看這其中有關聯嗎 其實美方也有官樣文章 美方對這次會談 也說是有成果的會談 那至於這次中方取消了 臨時取消了訪問農業州 前天《紐約時報》有一篇報道 就說中方他說 他擔心這麼做 會被媒體指責為干涉美國內政 所以他就沒去 另外還有一種解釋 那就是說中國代表團 這次本來是到農業州 要買美國的農產品 但是他買的數量非常少 特朗普很不高興 所以就說了那麼一番話 按照這種說法呢 並不是特朗普說了狠話 導致中國代表團臨時取消 而是中國代表團 因為沒有像美國欺貸那樣 買更多的美國的農產品 所以惹著特朗普生了氣 才說了那麼一些番話 那麼從最新的 今天的彭博社的一篇報道 就說中國是應美方要求 取消了對美國農業州訪問的計畫 說是美國的商務貿易代表 叫萊特希澤 他們原來不知道中方有這麼一個 訪問美國農業州的計畫 當他知道之後呢 就向中方提出取消這次訪問農場 換句話說呢 這個按照這種說法 中方取消了這次訪問美國的農業州 是和美國的國內政治有關 和那個貿易談判沒有什麼關係 那麼這種說法和21號 紐約時報的說法呢就比較接近 那兩個說法都表明呢 就是這次中國代表團 取消了訪問美國的農業州 和貿易談判沒有太大的關係 和特朗普的講話 也沒有什麼直接的關係 估計這種可能性恐怕還是會比較大一些 那麼剛才中國代表 我們在新聞當中看到 中國代表團的說法 也和剛才彭博新聞社的說法呢 比較接近 中國官方代表團說呢 這個這一次訪問行程的調整 與經貿磋商不關 這個中國代表團的這個 負責農業這個部分的官員呢 還說這次談判中農業領域的 談判效果也很好 但是這裡邊呢 當然了這個錯綜複雜 我們局外人可能不瞭解內情 那麼此前我們看到 美中雙方都為這一次磋商 以及美中十月的正式談判 營造了很好的一個氣氛 你看兩國互制善意啊等等 美方推遲了加徵關稅的日期 並擴大了這個中國進口商品的 關稅豁免清單 那麼中方呢 也這個接連幾天購買美國農產品 並且表示購買範圍還會擴大 但是現在我們看到 美國表示雙方分歧太大 甚至還沒有接生 還沒有這個接近達成一個協議 我來請教秦先生 從這個種種跡象來分析判斷 十月美中談判會有進展嗎 我相信其實還是會有進展的 我們先談實際上取消這個 訪問農業州的這個事情 我補充一點 就是說我其實認為的話 當初的這個中方的話 提出這樣的要求 本身就是比較荒唐和幼稚的 因為如果兩國關係比較好的話 那麼其實訪問這個時候 大家是加強兩國之間那種感情 促進了這種交流 而現在的話呢 是屬於中方本身是在 請買 以及承諾之後 甚至不買大 就是這種農產品的情況下的話 再去訪問農業州 本身的話就讓外界 就看起來就是不是怪怪的 所以的話中方取消的理由 按照《紐約時報》自己來講 它說是不想成為馬戲團之旅 對吧 就是大家可能會成為 媒體的一個圍觀的那麽一個對象 甚至的話也會被外界 認為是干涉美國的這種大選 干涉內政 所以它現在取消了 我倒覺得是正常的 這個我覺得 所以就是 我是接受的話就是 胡平先生他所說的 是這個其實是跟貿易談判的 整體的大局 並不是有特別的這種相關性的 那麽作為整個的 這個10月份的談判來講 因爲之前的話 中共這邊它之所以在 9月初的話放下身段 突然間要求這個 跟美國進行談判的話 其實當時是有幾 三個主要的原因 在我來看 一個的話是香港問題 第二個的話是70年大慶 第三個是這個作為 如果再強硬下去的話 那可能會造成美國的這種的 更大的這樣打擊 而中方的話 其實這個時候 牌實際上是沒有 沒有什麼牌的 所以在這三個理由的 這種情況下的話 放下了身段 那麽目前的這種情況下 這三個這種 原因並沒有發生 根本的這樣變化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的話 中方是不敢說 突然間在 把這個 事態再升級 所以我相信的話 它其實往前 談判還是會談的 然後進展應該也是 會有一些 象徵性的 或者看起來讓美方 或者是中方這邊 有所交代的那樣的 一定的進展 但是特別大的 或者我們叫做 根本性的變化 那毫無疑問 大家都知道說不會有的 那麽隨著這一次 副部長級談判 無果而終 國際媒體都普遍認為 10月談判這個前景 至少是很黯淡的 那麽預計雙方營造的 這個善意氣氛 這個也將會結束了 現在美中雙方都很強硬了 我來請教胡先生 那麽既然都不看好 美中貿易談判的這個前景 可爲什麽雙方都表示 我們還要繼續談下去呢 爲什麽 接下來10月份的談判 當然不能說是前途光明 不過比起前兩天 給人的感覺又似乎有些好轉 貿易戰開打以來 總是風雲多變 一會兒陰 一會兒情 有好幾次看上去 馬上就要達成協議了 結果又談崩了 有好幾次看上去 都已經談崩了 結果馬上又接著談了 那麽這個情況 當然它很複雜 除了兩方領導人的一些個性之外 那和整個大局當然有很大的關係 從特朗普的角度 貿易戰是它上任的做的一個 這個頭整重要大事 因此它當然很希望 能夠在明年大選的時候 給選民拿出一份漂亮的成績單 因此它希望達成一種協議 表示它貿易戰打得成功 但是反過來呢 這也有很大的危險 如果你匆匆地和中方達成一種協議 而到頭來美國的經濟情況 以及美中雙方貿易的很多問題 並沒有出現那種很顯著的效果 甚至有些壞的情況還得繼續 那人們就會認為你這個貿易戰打敗了 沒有成功啊 換句話說 它一方面它很需要 這麼一個貿易協議 但是這個貿易協議如果定得不好 那恐怕會對它連任造成很大的打擊 所以它就造成它在這個問題上 我們看說它一方面 確實有這個意願去達成這種協議 但是在每次到很關鍵的時刻 究竟是不是這麼達成了 它又選擇就是有臨時又會便携主意 也就是說真正要達成一個 能夠讓特朗普比較滿意 而比較放心的一個協議 那還是有很大的難度 就中方而言呢 中方固然知道貿易戰這個問題揭露了很多深層的問題 它整體上它要採取一種抵制 對抗的態度 但是呢 它畢竟在現在 它還是認為和美國保持一種正常的經濟貿易往來 對自身還是非常有利的 所以就這個角度來講呢 它還是有也要達成協議的這麼一種願望 所以儘管雙方這個磕磕磕磕磕不斷 這個引出很多很多的問題 但是他們還是要繼續談下去 還是爭取能夠在不遠的將來達成這麼一個協議 好的 那麼現在我給大家抓緊時間讀一下網評 看看我們的聽眾 觀眾和網友朋友們 在這個問題上有什麼看法 首先是Edwin Chen 他說 他說美中貿易談判不可能十分順利 但我仍然建議美國政府堅持零關稅 零補貼 零貿易壁壘的原則 中共統治集團不是一個信守承諾的政治集團 他們信仰強權即真理 美國政府若想中共遵守承諾 就要堅持極限施壓 讓中共感覺到泰山壓頂 美國的極限施壓 既可以讓中共強硬派徹底閉嘴 也可以讓中共溫和派有開口發言的可能 這是美國政府解決中共違約問題的最佳時機 請美國政府不要錯過 China are free 他說現在香港問題已經超過貿易問題 獲得美國的關注 畢竟貿易戰是個長期的進程 香港問題是直接的體現 傅政輝 他說從中國的利益角度而言 美國提出的貿易談判細節 已經進入深水區 美國要對這個制裁保護 智慧財產 要求中國設立數百項法律 這不僅僅是劫財 而且企圖改變中國的制度 確實要命 加上美國即將通過香港人權法 更是雪上加霜 所以10月談判的前景很悲觀 恐怕要等到美國大選前都不會有結果 那麼我們下面就來談談 雙方在這個貿易協議方面的根本分歧 我們看到美國商務部長羅斯近日表示 說美國要糾正的是嚴重的失衡 不僅僅是當前的貿易逆差 還有結構性的失衡 像市場准入障礙 對知識產權的不尊重 以及強迫技術轉讓 他還說所有這些不僅僅是購買 都不僅僅是購買更多大豆 那麼簡單的一個問題 那麼我來請教秦先生 有人說美國的目標超出了經濟和貿易的範疇 是要從根本上改變中國的發展模式 您怎麼看這個問題 其實本來的話就是經濟和政治 本來是沒辦法分家的 因為按照中共的這個說法的話 是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 上層建築的話 可能是束縛或者促進經濟的發展 那麼我們也知道的話 過去的中共的前30年的經濟的這種倒退 用鄧小平他們的話講的話 是接近於最後崩潰 那不得不改革開放的時候的話 那也是因為上層的建築的話 政治束縛了這樣經濟的發展 用也就是說生產關係上來講 生產資料所有 或者是整個分配體系的問題 造成了整個加上閉關鎖國 造成了整個經濟的這樣的一個倒退 甚至是一個接近崩潰狀態 那麼後來的這40年 實際上恰恰是逆轉了 之前的這樣的一個政策 所以最終會帶來了一個 包括加入WTO 帶來了中國經濟的一個蓬勃的發展 中國人的話真正的是不再為溫飽所擔心了 所以毫無疑問 就是說這種經濟政策 政治政策的話其實是非常好的 或者是在朝著正確的方向在走 但是的話呢 我們也看到呢 是在同時的話 中共在根本的這個體制上邊沒有發生變化 特別是在2008年之後呢 是國際民退大規模的這個壓抑 這種以前的包括外企 外企的話 之前是有一定的這種超國民待遇的 那麼它越來越這種艱難 包括大量的這種盜竊知識產權等等 那麼民企的話 其實它的生存的空間更是越來越窄 各種各樣的這種政策 其實朝朝看起來都是在要 中國民企的這樣的命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的話 不僅是中國的整個經濟 包括企業的實體造成了發展的困難 而且呢 中國的這個分配體制 前幾天的話 賀坑就是原來的人大台經委的副主任 他是體制內的官員 對吧 他講說是中國的分配體制造成了 中國的這樣的經濟根本性的一個扭曲 然後呢 是也造成了今天的經濟發展的一個屏障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的話 其實中國人是要說有多大的市場 按照曹德旺的說法 其實也不過兩億多人有一定的消費力 其他人實際上是窮人 沒有什麼消費力 在這種情況下的話 要改變這種經濟的發展 促進中國的話 能夠第二次的騰飛 那毫無疑問是需要在經濟政策 政治政策發生改變 這個我們完全拋開貿易戰不談 就是從絕從經濟學家 或者從絕從經濟學的這樣的一個需求來講 也需要進行改革 所以這種情況下的話 那麼按照這個之前 黃岐帆他所說的 他說這種30 對吧 3021允許 這種這樣的一個政策的話 其實對中國是非常好的 經濟學家們也講的話 是會促進中國 相當於是第二次改革開放 這麼大的一個這種變化 所以毫無疑問的話 這種變化 就是 你說它是政治也好 經濟也好 但是整體來講 對中國的經濟 對中國老百姓來講 對中國的企業來講 其實是好的 嗯 那麼中國對美國的這種意圖 是有認識的 比如像南華早報 他就援引美中關係專家 石英宏 他的話說 說從本質上來講 貿易戰與貿易順差無關 美國是想要改變共產黨 在國內外管理國家經濟活動的方式 他說呢 這也是5月份美中談判破裂的一個關鍵因素 那麼我來請教胡先生 您對此有何評論 石英宏的話 當然有他的道理 美國也說貿易戰不僅僅是貿易逆差的問題 美國明確地提出要求中國 做中國的經濟做出結構性的改變 不過對於所謂結構性改變 到底是什麼意思 那是有不同的解釋 你看今年2月 《紐約時報》發表了 哥倫比亞大學一位華裔教授 吳修明的文章 這吳修明就說 在美中貿易談判中漏掉了一個很大的問題 那就是中國的互聯網壁壘 中國當局屏蔽了幾乎所有的外國互聯網的競爭對手 可是中國的互聯網公司 卻可以利用美國的開放 在美國暢通無阻 那麼問題就在於呢 特朗普政府為什麼在貿易談判中 要把互聯網問題給漏掉呢 我想這多半是認為 美國政府知道 中國政府絕對不可能 接受互聯網的開放 如果把互聯網的問題提到貿易談判中 那談判就談不下去 就不可能達成協議 所以他們只好把這件事把它放棄 這就說明了 美國方面是真心想達成協議的 雖然他對中國方面 提出了很多看起來很嚴厲的條件 但是他還是考慮到中國政府的可接受度的 換句話說他認為他提的條件 都是中國政府可以接受的 也就是說這些條件都並沒有挑戰 並沒有突破中國政府作為一個一黨專制的政府 它的一個底線 對現行的體制並沒有顛覆性 所謂結構性改革並沒有涉及到這一點 所以你看特朗普本人 尤其是本人至少在很長的時間內 看不出他也沒有表示過他也要改變 從外部改變中國政治制度變化了這麼一種意圖 所以他提的東西結構性改變 實際上更多的是偏向於經濟方面 而這種一些經濟模式的改變 和中共現有的這種政治體制 並不是完全不相容的 當然至於中國政府他自己願不願意接受 那當然是另外一回事情 所以這個我們也看到 在中國政府內部肯定是有矛盾的 有一派人就基本上對美國貿易這樣提出的要求 都認為是可以接受的 而另外一些人就更偏向於保守一些 包括習近平本人 所以他對很多貿易談判提出的很多問題 更多的是採取這種拒絕的態度 也由此引起了過去 特別是5月份以來美中談判破裂 那就是因為習近平出而反而 他對先前已經打 談判破裂倒不僅僅在於 對於美方提出的新的條件 中國不能答應 而更重要的在於 對中方曾經答應過的東西 他有反悔 那中國曾經答應的東西 那按說也是 按說也是絕對不可能 那條件就已經觸及到了 已經衝破了 中國作為一黨專制 這麼一種體制的這個底線 換言之呢 其實所以看得出來 在中國內部的分歧 他們也是在一個底線之上的分歧 在維護中共一黨政治上一黨專制 這個問題上他們沒有分歧 而在此之上經濟方面還可以做哪些改革 那麼依然有所謂改革派 或者比較自由化的一派 和更僵化的這麼一派的這個區別 這個是使得這個中國政府 在美中貿易談判中 出現反复的重要原因 好的 那麼看來呢 按照美國要求的這樣一個貿易協議 就不僅僅涉及到解決貿易這個逆差 或者貿易順差 對中國來說順差 對美國是逆差 貿易不平衡這樣的問題 不僅僅是一樣 而且涉及到要在某種程度上 改變中國的經濟政策 甚至政治制度 那麼我們就不禁要問 這種美國式的貿易協議 中國會不會接受 那麼美國我們看到呢 它對中國的這個宏大的計劃 以及這個極限施壓呢 是建立在中國經濟不堪承受 貿易戰後果的這樣一個前提之下的 我們看到特朗普多次警告 說外國資本正在或者已經大量撤出中國 中國多年經營起來的這個供應鏈正在瓦解 經濟正在崩潰之中 因此北京不會堅持多久了 我來請教秦先生 您認同美國和特朗普總統的這種說法嗎 我認同 就是中國的話呢 就是在過去的20多年的話 建立起來世界上最完整的 這樣的一個生產製造體系 供應鏈的整個體系 但是呢 它過去呢 一直認為就在打貿易戰的這個開始 以至到現在的話 還有很大一部分人認為呢 中美之間實際上是沒有辦法完全脫鉤的 但實際上這是一個錯覺 因為真正的脫鉤的話 就跟我們講一個冰山一個倒塌一樣 它不需要說整個的冰山全部的整個崩裂 它實際上的話呢 只需要在某些地方某些 產生一個很大的一個裂紋 最後的話呢它整個我們聽到冰棚的 這樣一個破裂的聲音 其實整個來講的話 那麼這種供應鏈的體系 其實就已經岌岌可危了 我們看到的話 實際上在過去的一年多來 那麼很多的這種大型的跨國企業 其實已經在遷出這個中國 那麼包括呢 就是三星 蘋果 LG 還有呢是孩子寶 還有是視頻的這樣的一個拍攝 就是設備叫做GoPro等等 這些的話其實都在搬出中國 那麼相應的這些產業鏈的話 其實也在發生一個變化 我們在最新的這個8月份的 中國的這個出口數據裡邊 也能夠看到的話呢 除了這些高科技的相關的一些產業鏈之外 那麼相應的這些低端的這種 包括服裝等等好多產業的話 其實它的整個出口量也是大幅的下降 像鞋類 服裝類的話 其實下降了應該有13%左右 那麼劍子類的話 按照它這個集裝箱的這個數量的話 說是下降了2% 但實際上應該是比例更大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的話 其實這種兩國的供應鏈 毫無疑問在脫鉤的一個狀態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的話 其實對中國來講 並不是一件好事情 而且貿易戰只要打下去 關稅的話只要懸在那裡 就像一把劍一樣 那麼對這些投資的企業來講 對它毫無疑問 它也會再想辦法去轉移 之所以沒有轉移 不過是時間沒到 或者轉移是需要時間 需要方方面面的一個準備的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的話 其實對中國來講這個供應鏈 實際上是一個很可怕的一件事情 好的 那麼最近我們看到 特朗普總統的中國問題顧問 就是華盛頓智庫 這個華盛頓智庫叫哈德遜研究所的 這個中國問題專家白邦瑞 他就警告說特朗普手裡的牌 還遠遠沒有出進 他說中國進口商品的關稅 有可能會加到50%甚至100% 我來請教胡先生 您怎麼看美國的這個壓力 以及目前中國政治和經濟 對這種壓力的承受能力呢 我想白邦瑞的說法 可能有些誇張 對中國商品的關稅加到100% 我看不大可能 當然它的意思無非就是說 美國手裡還有的試牌 還可以打得更大 當然以美國的經濟實力 那確實美國在貿易戰方面 還可以升級 那對中國的 這當然會造成很大的壓力 不過就像我原來也講過的 就是中國是個專制國家 政府很可以 把貿易戰造成的經濟損失 轉嫁到老百姓頭上 而老百姓缺少向政府施壓 迫使政府改變的這麼一種能力 所以到頭來 儘管貿易戰 導致中國的經濟造成更大的損失 但是統治者自己 他扛得住 他就是不改 所以說他承受能力更強 這就是所謂 中共環球時報所快要的 所謂制度優勢 那相反呢 美國是個民主國家 那老百姓如果他在貿易戰期間 他覺得自己利益受到損害了 如果他又見不到成效 那他可能就會對特朗普說出不 就可能會影響特朗普的 下次的連任問題等等 但現在看起來 儘管中共是個專制 中國是個專制政府 他可以扛得住 但是中共畢竟他不是鐵板一塊 他內部還是有很多不同的意見 尤其是習近平上談以來 在除了政治方面之外 而且在經濟方面倒行逆施 這本來就使得很多體制內 很多人對他非常不滿 因此他們就借美國特朗普總統 發動貿易戰這個機會 就倒逼當局做改革 在很多方面做出一些改進 那事實上在過去這一年多 我們看到中國政府 先後推出了不少的法規 這都是經濟改革方面的法規 確實是做了一些 相當多的一些對美國的貿易戰 是做出了一些相當多的一些讓步 那這都是可以看出 美國打貿易戰它是有成就的 那麼它的成就能取得多大 美國特朗普能在這方面走多遠 其實在很大程度上 就取決於中共體制內的 他們這種權力鬥爭 能進行到什麼程度 那麼你看馬上到了明年 到了下個月就要開四中全會了 那想必我想在四中全會上 可能在這方面能夠看出一些端倪 好的 那麼就像許多 這個評論人士和觀察人士 在這個問題上的看法 就是說在美國極限施壓 和在中國承受能力上 他們都有很多人都有這樣的看法 就是說美國經濟上有優勢 但是中國政治上有優勢 這是指打貿易戰 就是說中國雖然經濟上不如美國 但是至少它能夠營造出一個 這個叫同仇敵愷 不像美國民主制度這樣 有許多不同的聲音 那麼現在我再給大家抓緊時間 讀一下網評 然後我們回到我們的節目當中 魚耳道 他說我們現在知道 特朗普已經和幾個大國 達成了自由貿易協議 現在又和印度眉來眼去 這種貿易的結構將會很快 對不起 這種貿易的結構將會很快地取代 WTO全球化的便利性 同時中國在WTO佔盡便宜 依靠壓榨勞工 犧牲環境 產能補貼和傾銷 賺取大量美金 破壞全球貿易平衡 如果特朗普不這麼做 美國就要被蚕食掉 所以全面可稽查的貿易協議 才是美國可接受的 變數可能要等到特朗普連任之後 才能出現 回到我們節目當中 我們看到面對壓力 至少中國在表面上 看不出又敷軟的跡象 最近我們看到中國媒體又強硬起來了 廣泛轉載這個中共貿易官員 前重慶市長黃奇帆的一個演講 大意是美國打貿易戰的目的 不是要錢而是要命 他強調中國的命也不是那麼好要的 他以芯片市場為例 說明美國想用芯片來勒住中國的命脈 但這種殺敵一千 自損八百的做法 反過來也會威脅到美國自己的供應鏈 那麼我來請教秦先生 您如何評估美國在貿易戰中這個損失 一旦美中經濟完全脫鉤 美國可以承受嗎 第一個的話 其實美中經濟不會完全脫鉤的 因為它的這種高科技的產業鏈 或者還有一些這種低端的產業鏈 會發生一些轉移 轉移到美國也好 還轉移到東南亞或者台灣 或者是墨西哥等等 這個的話 其實對中國的經濟打擊已經會很嚴重了 那麼包括就業的 包括整個產業鏈的打擊 第二個就是 作為美國來講的話 其實它根本的這個目的 是要給中共這邊的話 進行這種極限的施壓 它並不根本上的話 是要說要把這個產業鏈搬回美國去 它其實並不那麼看重這個事情 而只要脫離出中國的話 那麼其實對中共來講的話 它這種痛苦已經在那了 第三個方面來講的話 其實在中共的說 是它很強硬的一個表現的話 像包括這個要命 所謂的要中國的命 這個的話 是我們剛剛看到 也是這個叫前重慶的 那個市長 黃岐帆說的 而恰恰也是這個官員 他之前所說 是美中的這樣的一個 談判的目標的話 是要實行三零 對吧 最終的結果的話 對中國實際上是非常好 這實際上也是 是整個國際經濟貿易發展的 一個必然的結果 所以的話 我們看其實中共的官員的話 其實是不可信的 因為它本身的話 會為了這種政治的一些投機 比如它現在可能看到說 習近平本人 他可能是更希望強硬一點 或者要平衡一下 國內的這樣的一個民眾的一個情緒 所以它可能就開始又投機 講另一些話 但是它根子上來講的話 我相信它其實在那一點上 認為說 就是這種結構性的改革 包括三零 實際上對中國經濟實際上是有利的 這應該它是說了個實話的 那麼它現在的話 這句說對要中國的命 其實這個話是偷換了一個概念 因為我們都知道 這個對中國經濟 對中國老百姓來講是好的 但是對中共的這個體系 或者它的一個叫做政治利益集團 經濟利益集團的話 對他們是有損失的 所以黃岐帆其實在這裡邊 把這個中共可能會被要命 他就是進行了一個偷換概念 所以他這個實際上 還是用來煽動老百姓的 好的 那麼剛才秦先生講到 許多中共官員 包括中共高層 確實有的時候手數兩端 你看不明白他們的這個想法 其實很多人對於中共的這個 打貿易戰的這個策略也看不慣 為什麼看不慣呢 表面上很強硬 但是實際上他也很軟弱 但是有很多人其實也看不慣 這個特朗普 他打貿易戰的一些言論和做法 中國官媒自不代言了 就是美國方面 我們看到許多報道 對特朗普也有很多威嚴 認為既然中國如此不堪一擊 你放馬直殺過去 那就算了 為什麼要一而再 再而三地妥協讓步 推遲延期等等 似乎你有軟硬兼施 強拉北京到談判桌的 這樣一個意思 這就讓人產生 有點外強中肝的 這樣一個感覺 那麼我來請教胡先生 您如何評論 特朗普打貿易戰這個手法 美國的優勢究竟有多大呢 這個問題確實很有意思 那不少人都說 你貿易戰乾脆打大 打到底 把中國自己打垮 有的人還認為呢 你這時候是不打垮 那以後就打不過了 所以這些人主張 當然說到底就是要脫鉤 不過剛才秦先生也談到 這個脫鉤固然是釜底抽薪 但要實行起來呢 彈劾容易 包括美國貿易戰提出的一些要求 本身就有這個不協調 不一致的地方 比如說他一方面 又希望美國的公司 從中國撤出來回到美國 另一方面呢 又要求中國放寬外資准入 也就是說讓美國的公司 更容易進入中國 在中國更有利可圖 你看這邊有曹德旺 跑到美國來現場來了 那邊呢 又有馬斯克到中國去現場去了 還有呢 你要脫鉤 盟國怎麼辦 如果盟國不配合 盟國那放水 那你的脫鉤就很難起到效果 再說呢 就像剛才談了 現在這個這種經濟全球化 本來就已經造成了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很多事情很難分開 那麼這裡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呢 有很多人都認為 美中相關都有人認為 美中的衝突是勢在難免 那有人談到所謂 修習底德陷阱 老大和老二總是要打一仗的 另外很多人當然從價值觀 從制度這個對立來談 認為美中之間要有一場 兩種價值觀 兩種制度的一場決戰 而貿易戰呢只是前哨戰 現在的問題就是 對美國特朗普 問他要考慮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 你就是現在就像現在這樣子 一路打下去打到頭 還是說現在貿易問題上 達成某種協議再說 這個問題我想他們到現在為止 應該說美國政府 還沒有做出一種決斷 所以才有我們看到的情況 因為按照 如果你認定了美中衝突 勢在難免 而且它是制度性價值觀的 有這種甚至所謂文明的衝突 總之甚至根本的衝突 那麼這一仗貿易戰 就只是前哨戰而已了 那你就必須要繼續打下去 在這個問題就沒有什麼妥協 就變得毫無意義 但是反過來如果你認為 先不管那些問題 先把貿易問題多少有點解決 再說 那麼你就會採取一種 我們看到的美國方面 也會做些讓步 做些妥協 那他想出於這麼一種考慮 他之所以出現這種猶豫和徘徊 就是在這兩種不同的打法上 我們還沒有拿定主意 好的 那麼現在有人說 北京的算盤 實際上是這樣打的 他認為這個按照他的規劃 中美磋商現在應該分三步走 第一步就是這一次 先歡後散的 這樣一個工作層的磋商 中國是副部長級的談判團隊赴美 本來準備大歡喜 但是沒有實現 第二步是中國副總理劉鶴 在中共建政70周年慶典之後 訪問美國 目標是讓這個磋商進入一個協議的文本階段 甚至能拿到一個文本 諒解或備忘錄等等正式的成果 第三步 中美兩國最高領導人 11月份見面 那麼中美磋商最後達成協議 我來請教秦先生 現在看來您覺得北京的這個規劃 有實現的可能嗎 北京 我不知道這個是從哪看到的 說這是北京的一個規劃 我其實認為這個應該不是北京的規劃 所以北京的整個大的這個戰略來講 它應該還是整體說是以錯在變 那麼談呢它是必須談 因為不談的話可能美國就要打它 但是談的話呢就是牽扯到說 要做根本性的結構性的一些改變 那麼涉及到影響到中共的這樣統治體系 或者是核心利益集團的一個利益損失的問題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的話 它其實是一個矛盾的 所以呢是要往前去走 那麼在這種而作為同時的話 其實美國來講 剛才呢胡先生也談到了說 美國看起來呢好多人是認為說 川普的話也是有點好像舉旗未定啊 或者是好像一直沒有把大的策略定下來 其實我覺得這實際上是一個誤讀 作為川普來講呢 他長期的戰略來講的話 那麼希望他就是希望中共這邊的話 發生根本性的一些改變 這個我相信是毫無疑問的 但是呢他作為總統來講的話 作為美國這樣的一個體制裡頭 它存在好多這種束縛因素 第一個束縛因素來講的話 兩黨這種統治的話 它必然是要涉及到大選問題 所以呢他必須考慮一些 相對短期的中期的一些利益關係 這是政治的這種考量 那麼雖然現在當然也是一件好事情啦 就是說作為美國的這種目前的民意上來講 67%的人支持川普打貿易戰 雖然呢63%的人認為說貿易戰對他們本人 可能造成了一定的傷害 但是呢這個支持率的話 應該說非常非常高的 甚至的話呢 比當初的這個珍珠港事件之前的話 那個小羅斯福的這個支持比率還要高 所以呢這實際上對他來講 是一個精心玩的 那麼作為川普來講的話呢 其實考慮的另外一個 就是這種經濟問題 因為他作為總統那個位置的話 他其實不僅僅是說 要對中醫一步到位 這是不可能的 因為中共的這樣的一個 這麼20多年的一個經營 實際上是在華爾街在美國幫助下的話 發展起來的建立起來這麼龐大的一個產業鏈 不是一天兩天說完整脫鉤脫鉤的 所以這種情況下的話 如果說一旦是打崩了 就把整個產業了一下子打崩掉 那麼對整個美國經濟來講 其實也不是一件好事情 所以的話呢 川普就要採取一個緩慢的脫鉤 或者是要同時要安撫華爾街的這種情緒 因為美國人的這種財富 很大一個部分的話 是放在了整個的養老金裡邊 這種股市裡邊 所以呢 股市的話它還是要像不斷的 不停的要去釋放出一些戰役 釋放出一些向前走的這樣一些信號 那麼對整個投資的信心來講 也同樣的 消費者信心也是一樣的 所以呢 對美國來講的話 它是要考慮政治問題 考慮經濟問題 所以對川普來講 它是要平衡多方面的因素 所以看起來的話呢 它經常是一會兒說 要談一談吧 一會兒說是要不行 這個還是沒達到美國的要求 其實我覺得這個來講 更多是它一種策略的問題 它實際上是有一個大的一個計劃 要考慮到長期呢 是要不影響整個大選 不影響整個美國的經濟和信心發展 同時的話呢 要是迫使中共這邊的話發生改變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的話 對於美國來講 它是要平衡的那個位置下 好的 對不起 時間關係我們沒有時間 在這個問題上請教胡平先生了 我們今天 《時事大家談》討論就到這裡結束了 時間關係不能一一宣讀網友們的所有評論 以及回答網友們提出的所有問題 感謝胡平 秦鵬兩位先生 參加我們的節目 我們《時事大家談》是一個自由的論壇 嘉賓 聽眾 觀眾 發表的都是個人觀點 不代表美國之音 明天《時事大家談》要關注熱點話題 是英雄還是黑警 香港警察為何備受質疑 此外呢 也請關注我們的美國觀察節目 我是許波 我們下次節目再會